嗨,我是强林 台湾早期的木雕液品是销往欧美的一大产业 尤其是在苗栗三亿 更是一座以木雕文明的三层 后来随着低价竞争 让木雕产业一度没落 双丰木雕工厂的前身是创立于1963年 生产木雕人像、木鸭及水鸟等产品 在1973年获得第一笔外销大单 是美国亚邦化妆品公司 送给贵宾的三千只木鸭 由于品质精良产品胜货好评 从此双丰进入鼎盛时期 当时三一座木雕鸭子的有上百家 外销绒紧维持了十五六年 但木鸭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早年美国、加拿大在野外打猎 多用木鸭当作诱鸭 猎人们将木鸭置于水面 并吹着鸭笛 诱使咽鸭放逼戒心后 飞入池塘 方便涉猎 但随时空替换 国外保育风兴起 狩猎蜂巢不再 才变成把木鸭当作装饰品 当然订单量就直线下滑 双丰木雕工厂就转型为 鸭箱宝观光彩绘DIY工厂 让民众可以彩绘自己喜欢的颜色 成品拿回家以后 也可以是装饰品 更有人每年带小朋友来 把每年的作品依序摆放在一起 可看出小朋友的成长过程 双丰是台湾手工制造业 成功转型的工厂 也见证了780年代台湾各地手工工厂的 新衰吧 今天我们就来鸭箱宝彩绘工厂 看看到底有什么鸭箱宝 我们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